嗨 大家好 我是产品 今天是2021年12月4号 周六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多钟 室外的温度是零上两度 刚刚我们早晨来的时候呢 是零下四度 但是这边就是有一层很薄的一层雪 但是现在就已经浓雪了 然后呢 我在这边呢 已经就全部撒好盐了 就因为它浓雪以后 这个是 现在是这种天气 其实是最可怕的 因为它现在浓雪以后呢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就是哪怕有什么地方会 积雨积水的话呢 就很容易积冰 积冰以后在高速公路上 就会形成黑冰 所以说大家在这边开车啊 一定要注意在这种天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前面它会 一般情况下是在桥梁这一边的 旁边会有这种提示 就是零度 然后就是地面很滑 这就是黑冰 这种黑冰是特别特别危险的 昨天晚上呢 我们回去的时候呢 就是在102高速上面呢 就有这个出雪的车子呢 就专门在撒这个盐 其实呢 米察就问我 大家干嘛 他让这个前面车子漏这么多东西出来 其实就是撒盐 就是怕晚上的时候 就是温度 就是拖篮间降温 昨天下雨嘛 然后这些水呢 就是直接就接成冰 接成冰在路面上面 就是你开车 撵上去以后呢 就根本就是控制不了方向的 特别特别的危险 所以说在这边开车 就是要在这种季节 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黑冰 然后一个是冻雨 冻雨就是挂在你这个前雨 前雨档上面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就接成了冰 你要不停的就喷这个防冻液 所以说这边防冻液 你一定要补充的比较及时 才会更好一点 大家看一下 顺丰的呢 就已经就是这个电灶就已经过来了 但是呢 UBS的也有 但是呢 就是手机卡的 就是CMLink的这个手机卡的呢 到现在的就是还没到 虽然说我们已经就是被按注册嘛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去搞好 所以说我这边就还没有贴起来 但是在这个网站上的标注呢 就是讲他们已经全部去 官网都已经全部去标注好了 现在的天气特别特别的舒服 就在这里给大家聊聊天吧 反正没啥事 今天群里面呢 大家又在讨论 因为这几天呢 房源比较少 昨天前天就出来了一套房嘛 而且我也就是讲 更新了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我每两天我就更新一下 这个交易的记录嘛 呃 呃 然后呢 大家就在讨论 讲哈雷法克斯这个房价的这个 涨幅 涨得太疯狂了 根本不值得嘛 其实呢 我就是首先第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呃 呃 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2014年在安省那边那个小镇买的房子嘛 2015年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一个我的一个网友那里 那个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博客啊 这些论坛啊 这个里面我认识的一个就是讲一个朋友 呃 他的奥克维尔他是从PEI搬过去的呃 我们现实生活中见面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呃 其实他的故事其实我也可以就是讲通过他的博客啊这些东西和他见面聊天 我也其实以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但是就是因为有年代的一个差别嘛 因为我现在的所有的这些网友包括我群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多岁的 像我们这种年纪呢 特别特别少 呃 你们呢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就是像主流的这个移民移民的群体嘛 呃 所以说你们的你们的是是你们的视线呢 就是现在的新的视线 但是我呢 就是分享我以前的这些给他们 2015年我去到他那里的时候呢 他也是刚刚从PEI 就是这个这个岛上面呃 搬过去过安省了 他为什么搬过去那边呢 他其实呢 也就是说呃 第一个对他自己的生意会有更大的帮助 因为当时在岛上面就是讲没有他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这些 就是讲便利嘛 他就搬到安省去 因为他的客户主要是美国客户 所以说他就搬过那边去了 搬过那边去了以后呢 也就是他小孩呢 也就是呃 因为有某些特长 呃 而且在安省呢 他那附近呢 有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 一个 专业的一个学校 是college 他所以说他就去那边住 他当时呢 他那个房子买过来呢 是呃 五十多万还是六十多万吧 呃 一个独栋 一个别一个别墅 他正因为是他有自己的机会计划 所以说他在PEI住了 可能就是一年多快两年嘛 他就呃 也没有去买房 就一直是租别人的房子 这个是很清晰的一个生活安排 就是讲知道自己应该以后的定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做 他就说一说他就他就他就过到了就是 呃 呃 奥克威尔 就是离多伦多比较近的一个卫星城吧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很多呃 富人就是住在那一边 呃 然后呢 就是他带我去看这边的房子 他就说呃 你要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到这边去买一套房 呃 当时呢 湖湖湖湖的房子就已经涨起来了 湖湖的这个大地块的一个别墅呢 就一百多万了 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贵 那个时候是2015年啊 呃 我就因为我2014年自己买了房子 而且我的买房目的很清晰 就是像我女儿在当地读大学嘛 呃 就我们也是也在那里嘛 去租别人的房子很不舒服嘛 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呃 女儿上学也特别特别方便 呃 自己住的也比较安稳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买了头 所以说后面我们根本没有去动这个心事 我为什么今天会分享这个给大家呢 就是前几天呢 我也跟我们去聊天嘛 他说你知不知道 他说那个湖湖的房子呢 已经是卖到了一千二百多吧 呵 翻了十倍 然后呢就是说呃 呃 他旁边那里有连连排 就是呃 别墅嘛 就是我们说的 看抖呃 这 这一种呃 已经卖到了一百 五十多万 一百五十多万 呃 就是就是 盘盘 他旁边的 他是自己是独栋嘛 但是他旁边有一些这个连排别墅 我们聊天聊起来 我说现在这个房子根本 呃 搞不清楚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房价是不是会涨的时候呢 他这个市场呢就是有人买卖 有人在买这个这个价格才才能支撑嘛 但是呢就是讲根据你的需求 你假的说是你判断你你是要去投资的话呢 你可以去根据自己各个方面的考量 你可以去因为他是一种投资行为嘛 你就不要买的最高点 当时假如说你是自住的话 你要住个三年五年的话 其实我个人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讲你不要去在乎这个东西 他涨 他肯定是有流利 他有个故事 支撑他这个价格往上涨 而且别人接受这个故事 他才会去买这栋房子 所以说哈利法克斯的涨 大家都看到了哈利法克斯的房价涨 涨得很疯狂 第一个我认为是因为原来是挖 你原来是亏本卖房子你们根本不知道 是吧 而且呢就是说 他为什么涨呢 因为 加西 他已经就是大温 他已经涨 就是这个中心区 就已经涨的 叫不要了 然后呢多伦多 在2015年到2021年 包括现在 他也是一波涨 涨到很多人就离开了 大多伦多地区 不敢去那边住 因为根本 你赚的钱还不如你就是 嗯 交返出的钱 对不对 然后就是 现在就是来到了哈利法克斯 2021年年 年初 开始这一波涨 是吧 一直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讲 繁远也少 是吧 价钱也就是讲 已经是疯狂了 是吧 但是就是讲 假如说你会自住 你在这边就是讲 你要看一下这个区域 其实 为什么它是个成熟的市场 其实你要放弃一些东西的话呢 你也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放弃什么东西呢 你就不要往这个单趟里面去塞嘛 你也不要去往这个 什么生活 要会 出门几步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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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市什么东西的 为什么要呢 你既然这个经济上面 就是想觉得 他这个价钱已经太贵了 是吧 那你就走远一点 就跟我在多伦多这一边 我几年来去多伦多 当探的次数呢 屈指可数 我记得就去了五次还是六次吧 一次呢 就是那个航空长 二零一几年的航空长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的航空长 我带一家大小去那边看 然后呢 就是米插每天的时候 去面试 去过一次 然后就是三次 我们去 因为我们爱好古玩嘛 所以说我们去 多伦多黄家博物馆 去看他的这个 亚洲区的这个蟑螂 所以说我们去过三次 在加拿大呢 这个城乡的这个差别 是真的是不大的 就跟我们这个地方呀 你大家就说 这个地方你这么这么偏 你就要往外面走八公里 九公里 你要去买什么建材的东西呀 买什么生活录音品 什么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的价格 是吧 电器呀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 是吧 根本就是想没有什么这个成像的差别 我一直是说 你要有你的主要的购房目的 当然你买一栋房子 假如说你要兼顾所有的东西 那是最好 但是不可能 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你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它重要 你就要有了这种 这种考量的话呢 你就很好去 去买这套房子 因为这边的房子各种各样的户型 各种各样的这个位置 各种各样的价位都有的 只是你要去考量 就是讲你自己的购房目的是不是相吻合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一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